今年宜蘭縣大同鄉鄉長的選舉 只有一人登記參選 就是現任的大同鄉代表會主席何勝利 形成同額選舉 他經歷村長兩屆代表會主席 有12年從政經驗的他 打出自然生態 觀光資源 農特產業等政見 帶動鄉內經濟打造繁榮的大同鄉 大同鄉的產業其實也很多 基本上該有的我們有 你比如說我們九寮溪的這個生態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松羅的國家步道 參選的目標一定就是要讓大同鄉走向更繁榮 聽聞大同鄉這次只有一位族人參選 在宜蘭四季南山部落的族人表示 近幾年部落從事高冷蔬菜種植 認為產業發展始終停擺 期盼他能夠突破現況 我們在高冷蔬菜已經多年了 我希望是說如果這個鄉長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為我們這個四男 就是我們這個四幾個男生這個部落 一定要把這個產業改變 經濟以外在照顧我們這個小孩子 讓這個學生交通方便 他當了鄉長以後 可以為了我們那個大同鄉帶來一個經濟發展 何勝利強調並認為 整合鄉公所內業務單位打出團體戰 會是首要的目標 雖然是同額選舉 但依選霸法第70條規定 得票數必須達到該區域選舉總人數的20% 才能算是當選 有些新聞蝦娜雜勞依然大同採訪報導 你們可以和這個位置 待能 拍照 我們 我們 谢谢观看